欢迎回到台湾大论坛 这个旺旺中时民调公布 今天晚上公布最新的台中市的市长选举民调 我们来看最新的数字 胡志强的支持度是43% 苏嘉全的支持度是33% 没有表态是23% 胡志强比上一次9月份做的这个民调增加了2.9个百分点 苏嘉全则是掉了1.3个百分点 现在两个人的差距是将近10个百分点 在看好度的部分呢 胡志强是51%过半的人认为胡志强会当选 17.9%的人看好苏嘉全 那进一步的分析呢 台中县跟台中市的支持度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在台中县的部分 胡志强跟苏嘉全的支持度拉得比较近 是38%跟35% 而在台中市的部分呢 胡志强又破了这个50% 是51.3% 这个苏嘉全只有29.7% 这个民调跟前一阵子的民调 台中市跟台中县的分布有非常大的不同 民进党所公布的民调当中是台中市打成平手 台中县输很多 所以民党的解读是说 台中县的票的派系票还没有完全决定投哪一边 所以呢传统上国民党占优势 但是在台中市都会区已经打成平手 不过今天的这个分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台中市的部分 胡志强仍然是遥遥领先 为什么民调有这么大的这个落差 立文怎么看 有可能是民调自己本身的技术 你是问题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啦 就是说因为如果说他的样本数不够多 或者是说他们在这个台中市的这个选民的分布 并不是这么的平均的话 那会产生一定的偏差 因为我记得上一次台中市的支持度 两个人其实是打平的 但是台中县的部分胡志强是大赢 那现在变成是台中市大赢 台中县平均 但不管如何啦 胡志强他还是比较稳定的占上风 那整体来讲呢 他也是比较稳定的领先 所以我想对于选举还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觉得对胡志强来讲 他应该要就是说要非常的谨慎 那非常的就是不要犯任何的错误 然后还是要非常的积极 那么在选举的时候 我认为他胜选的几率 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不可以排除 就是说在选前的时候 有任何的变数 会有任何的变化 所以我刚刚讲的 就是绝对不可以犯任何的错误 而且呢还是要非常的积极 让大家觉得就是说 这个选情啊 并不是 因为毕竟赢10%跟赢20%差很多的 赢10%还是有可能翻盘的 以台湾选举过去的经验来讲的话 也曾经出现过很戏剧性的发展 虽然我们觉得这个几率不高 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要非常谨慎 非常的小心 但是最近啊 在台中市选战当中最热的新闻 叫做这个正妹MV的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呢 台中地检署有打算要办这个网友 也引起网友非常热烈的反击跟讨论 这个起因呢是胡志强找了两个正妹拍选举广告 就是这样子伤害我们 而且因为我们真的就是只是打工而已 然后被讲的说什么 就是伴有美真的很伤人 原版中姐妹俩青春洋溢的又唱又跳 但却遭人一花接木穿插了酒店的场景 影射酒店的二整广告 一开始就上次的涂鸦版 没多久后又出现了胡钱豹的剪接版 竞选总部立刻把短片紧急下架 看来原本的胡志强变成了胡死狗 到台中做志弓也改成了做死狗 最夸张的是 幸福大台中的slogan变成了幸福物大台中 姐妹俩还被网友人肉搜索 拿出了当修购的照片 说成是伴有 恶搞短片的人就是这个署名廖小猫的网友 检方已经进一步了解 只是胡志强文宣出包已经不是第一次 这次找来修个儿拍宣传短片 在选前又先风波 因为台中地检署开始调查 这个廖小猫有没有违反选霸法当中 意图使人不当选的相关条文 今天在立法院里头 民进党大动作的挺撂小猫 说是打压言论自由 现在有白色恐怖 他就没接啊 他心情会受影响 哭手无罪言论自由 是不是真的哭手无罪言论自由 我们刚才也看到呢 就是这个正妹的MV 被影射成是酒店妹半游妹 那当事人觉得受到了这个侮辱 那这个网友廖小猫到底是谁 廖小猫呢当然是一个网路上非常非常知名的人 他的本名叫做廖家瑞 是一个这个数位科技设计师 那他曾经担任谢长廷后援会的会长 那他的Facebook叫做廖小猫哭手研发中心 他常常在网路上面哭手一些影片 那他曾经哭手的影音作品包括了 《为了20分》哦 用《为了10万块》这首歌改编 这是挺成局的 茉莉花乌鸭花 这是批好龙斌的花博 子弹下是批胡志强的这个台中的枪击事件 两只奥虎可悲的马是批马英九 元宵拆登迷凤马是批马英九 那这两天他的身份 当然网友也非常热烈的讨论 那PTT上面说 这个廖小猫是一个非常中性 不偏蓝不偏绿的一个网路作家 但是真的是吗 在这个廖小猫的这个资料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担任的是 这个谢长廷的网路后援会的会长 廖小猫是会长 他是挺谢长廷选这个总统 然后呢 他在网页的部落格上面 过去放的是这个台湾大胜利 狂嚇谢长廷当选民主进步党的总统候选人 所以他的身份是有点点政治背景 但是今天在立法院的记者会当中呢 却说他是一个非常中立的网路创作者 在PTT上面 也都是这样子在转载这件事情 甚至今天的这个PTT的八卦版 其实是收到了教育部的一封信函 说希望这个PTT能够加强管理政治文章 还给使用者一个干净的原地 那当然这个来函也在网路上面 在PTT上面被骂翻了 那廖小猫的这个行为到底有没有违反相关的法律 我觉得廖小猫不是个中兴的人 我觉得他的所作所为还有他以前的身份 我觉得他是深绿的打手 都是披码嘛 披胡嘛 然后帮谢良年这个什么中立的 这种还叫中立 那台中地人署要不要办他 意图是胡思想不当权 这个坦白讲我觉得他现在不必大刚气鼓 先私下了解一下 私下了解一下 但是呢我认为这两个正妹 一定要出来告的料理钓小猫 他可以告吗 他告会赢吗 一定赢 一定赢吗 这不是网路自由创作 网路也有言论的问题 你不能说我在网路 我就可以随便讲 骂人家的祖宗三代 然后捏到不实的视线可以吗 所以人家什么胡钱报 胡钱报就讲人家金钱报嘛 所以他幸福物 这个还不构存毁谤 这怎么会不构存毁谤呢 告他刑事兼民事 如果我相信这种案子很多人喜欢接 要不然找马律师嘛 他义务犯他打 打完以后呢 民事赢了 看怎么分嘛 其实这个案件 这有违反法律了吗 已经非常明显了 通常毁谤罪跟所谓的选报法里面的规定 它有点类似 它都是散布不实的谣言 那毁谤罪是意图死人的名誉毁谤 那他这个部分是选报法是意图死人当选或不当选 那什么时候会有意图当选或不当选 当然是竞选期间嘛 选举期间的广告 尤其是跟政治人物手上的广告的话 这个上面的这个架构 这个意图死人当选或不当选 很容易去勾得上 但是内容看得出来 刚刚这个易龙兄讲的 讲到人家幸福物 光是就这奖位打工妹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他就可以告他们这样所谓的这个毁谤了 那至于是不是要了解 把他改编了主观意图 是不是要让胡志强 这个文宣这个打烂 甚至是影射说这个台中就是风化城 或者是那么多的小姐都在这边打工 做信服务 这样的一个情形 是不是有不实跟毁谤的情形 我认为地检署去了解 了解并不一定要争办 那我第二点还要再强调一点 哭手无罪 哭手当然无罪 什么叫哭手 如果他的哭手 我们一般来讲是诽谐 不爱台底出牌 怪怪的的那些言语 而不是躲在这个这个 哭手等于言论之余后面被地底骂人 很明显的已经违反我们 这个毁谤罪相关的规定 骂人家的人格啦 误以毁损他的名誉啦等等 这些其实在网路上面 因为网路上面散播性 而且很多人的匿名性很高 所以在网路上面散播这些毁谤的谣言 通常人家不好去追究 或者是算了 但是实际上很多的网友都在网路上面 每天都在触犯这种毁谤罪的这样行为 所以不可以开一个行为 我认为说哭手无罪这件事情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一个 没有一个法律概念的一个名词在这里面 哭手的内容是什么 我觉得要说清楚 如果是毁谤网友 做的网友就要负他的责任 所以这件事情 廖小胞可能第一个对这两个打工妹 可以毁谤罪可能会成立 但是至于选拔法 意图使人不当选 要看他的目的 那跟他的身份有没有关系 因为他今天不断强调 他是一个中立的网友 他并非不懒 他是不懒不律 是一个中性的这个网友 所以他是言论自由 他是网路创作 我们来看之前这个 陈菊的网军 曾经在PTT上面po了一个文 那因为呢 杨秋新军园总部去告他加重毁谤 他就出来道歉了 而且呢 他立刻把他的账号删掉 因为怕被追查 因为他担心说 他这个意图使人不当选 这件事情会有问题 所以呢他还哽咽 就是要怎么还他清白 他怎么样 开了个记者会道歉 是不是因为他是陈菊 的党工助选员 所以他的身份 才会成立这个选霸法的 意图神不当选 而这个廖小猫 他说我不是啊 我跟这个竞选总部没有关系 这跟他本身的属性 没有必然的关系 法官大概不会看说 你是什么政党 所以你的发表行为 一定是攻击另外一个政党 他是看你现在 整个改编的行为的内容 是不是真的有 从这个客观的事实去判断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刚刚提到的 不管是前面 我们现在看板上这位 跟现在的廖小猫这个事情 其实从毁谤上面 是看得出来非常明显 他们现在为什么晋升 他知道法律上有问题 如果今天他不用 如果他今天 今天法律上面 他已经认过律师的 都认过没有问题的话 我相信他可以开记者会 我相信立法委员会 拖着廖小猫出来 开记者会说 没有问题的 我们绝对挺挺到底 但是他为什么会晋升 我认为他很可能知道 这个案件已经触到法律上的 一个核心的问题 对廖小猫其实这几天 在他自己的部落格上面写了很多的文章 这个文章要告诉大家说 他完全没有政治意图 他没有政治目的跟动机 大家相信吗 或者是法律能够相信 他这样的声明吗 我们先进广告 再见 好